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在我們家後面可以看到兩顆蘋果樹 那我有一個小幫手 今天要幫我們把蘋果 你要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應該要怎麼講呢 我是LC 我們通常會掉在地上的 如果沒有完整的部分 把比較糟糕的部分切掉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削掉 然後剩下的果肉呢 可以組成蘋果牛肉 到時候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東西 像蘋果派啊 或者是甚至 因為蘋果有時候會釀成Cider 或者是醋之類的 就超棒 對 所以我們這一集裡面會 用蘋果來做不同的東西 對阿 我們現在我們就準備了兩顆 我們可以先把就是 你看然後看裡面 如果裡面很高就好 像這一個就 這一塊就很OK 對阿 通常我們可以就把皮削掉 然後組成蘋果 阿嬤也很喜歡用蘋果做 就是蘋果卡 或是蘋果蛋糕 蘋果卡 那我們剛才在外面剪好了 然後把它削 大概這樣子 大小就可以了 好我們現在麻煩了 漂亮的妹妹 做示範 如果的話就不要切太大 就是中小火就可以了 那蘋果就是把它放進去 如果你有比較大的鍋子 就是看你的蘋果量 不然像我們這樣 鍋子其實沒有很大的話 可能就要分次 這樣 因為它 就是你看 它可以再放 可以放到鍋子差不多要滿的時候 就可以了 因為它會越來越消下去 所以你應該很 這一盤應該也可以放進去 好 那糖的話 最後再加就可以了 嗯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話 是加很少 很少量的水 因為我們不用太多 很少量的水 因為蘋果本身就有水 嗯 對 它會出水 所以只要很少量的水 我們待會可以看一下 因為主要只是不要讓它 下面膠掉 稍微搭 對阿 嗯 今天有把蘋果泥煮好 然後我們今天要做成一個 有點像蘋果的派杯這樣子 那裡面中間會有一層就是 就是一層蘋果泥 然後一層就是麵包靴 就是用脆 就是把它烤脆 所以你家裡有什麼麵包 都可以有法式麵包 什麼麵包都可以 反正就是把 你大概吃 就是任何吃不完的麵包 隔夜麵包 都可以 都可以 只要重點的是把它烤脆 所以我們現在烤箱 預熱大概200度 然後待會進去烤個 大概5分鐘 只要它可以脆的就可以 就是把它捏碎的那個脆度就好 然後我們有準備 糖 然後跟肉桂 到時候 呃 睡了以後要炒一下 讓它有一點點 有香氣 糖的肉桂 有一點像焦糖那樣 我們還是要有大塊有小塊的 待會吃到的口感 把它拌著那個 有拌的肉桂的糖分炒一下 對 那炒的時候你可以用八個炒 或者是說你要比較健康 那也可以用有機的椰子油草 或者是怎樣 看你換了 那像這個啊 好就是 你其實就是可以 如果有很多就是可以炒起來炒起來 然後就放在玻璃罐 然後要吃的時候再用 對 所以它其實還蠻好保存的 會變得太硬 會變得太硬 也不好 就這樣鮮奶油的 就是有點像蛋糕上面那個 鮮奶的那個 就可以了 因為你要有一個層次比較漂亮 所以你可能就可以 就是 就是一個厚 然後把它弄比較平衡 因為它會有第二層 因為它會有第二層 就這樣層層把它疊上去 嗯 沒問題 我覺得加一點核桃一定會炒 嗯 碎碎的 很不錯 或是你可以擺盤的時候 然後你就把一顆核桃放在上面 嗯 或是我去剪個蘋果 然後切一小塊 切一小塊放在上面 對 對